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没有斩断海浪的圈杖 没有深天赐的光芒 应该承认我什么品尝 却不敢折磨的冷场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真心的灰墙 却锁引导光 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 放在我前方 他们都注射你我蛋糕我眼睛 使用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脸 最初决定自己命运的组成 活在我手上 哇猢猢 我们知道 你解释了吗 你是在研究双向阶海障碍吗 这个《F》是之前尸锦那个来访者吗 是我们老师有对这方面有研究 这种病被称为天才病 非药物性的认知干预措施 可能才最合适 认知疗法 线索回忆训练 教授 患者有没有亲密接触的人 比如说爱人 亲人 朋友 或者是跟他共同经历了 某段珍贵回忆的人 就像这个拼图 通过他人提供的客观线索 帮助患者拼凑出缺失的记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找回记忆 还可以对患者进行线索回忆的训练 这样也就可以 帮助他们修复自由记忆的功能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些人当中很有可能存在 伤害过他的人 情绪一旦受到刺激 患者很可能再次陷入危险 到时候不只是记忆缺失的问题 更可能的是生命的危险 别失落 你就再往这个方向研究研究 你在等着自己猜想被证实 别人也一样 也在等着你的猜想被证实 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你女孩子熬夜 伤皮肤的 喝了您这个茶 我还哪儿能困呢 你得怪我了 没有了 我现在精神抖擞 我得赶紧回去准备 今晚电台的工作了 走吧 走 走啦 切记 不要胡云吞走 知道啦 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刚看见那个汤莉莉感觉怎么样啊 是啊 怎么样 汤总人很好啊 挺好说话的 你知道他之前的事吗 对啊 知道啊 不过他的事情不是已经澄清了吗 那个是被陷害的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他一离职 就把汤总家给卖了 这种人精于其外的 说不定私底下 你谁逗脏 特别棒 这个字 小丽 你看看 小丽 你看看 老贤 我发现你有做演员的潜质 可以啊 老贤 小丽 我再点单一份 这儿晚上看你还有吃什么 你看 你干吗 你行 可对 这边呢 你刚才拍照那几个姿势都是认真的吗 这些时尚的动作 信手捏来 打扰了 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怎么不觉还要走了 你当时正在睡觉呢 人家家会起得早 那你们去干嘛呢 吃早点 没有 没有 我去老师家送点东西 身边搭了个车 怎么了 搭车 那你坐哪儿啊 副驾驶 朋友的车 你说我能坐哪儿 贺老师 你来啦 贺老师 贺老师 今天冬子哥掌镜 这个台里啊 不给咱海包的鱼蒜 咱只能自己凑凑 贺老师 您别嫌弃 我们不会嫌弃的 自己人拍照 反正没那么紧张 紧张 紧张 我 没想到你还会紧张呢 那咱换衣服 准备开始 好 好 你瞧这洞 这个姿势帅不帅 有一点油腻 微笑 帅 不过来 我给你摆一个 好 贺老师 贺老师 我觉得你太紧张了 你可以放松点 没事的 是啊 我钱 你这儿 你那个手啊 你给别无处安放了 你放这儿 是不是 离近一点 我看他 行 咱们再来几趟啊 对 微笑 微笑 靠近一点 笑一个 好尴尬 还是有点尴尬 好尴尬 冬子 你再给人家调调嘛 你俩别跟不认人似的 你俩是搭档 搭档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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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近一点 头 是这没必要吧 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特别好啊 这特别好 你这手 手 手 抱歉 抱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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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拿了我手 来来来 冲了 冲了 继续 继续 好 放在这儿啊 保持住 好吗 来 特别好啊 来了 保持住啊 保持住 太棒了 这儿 不是 我说 这合理嘛 咱只是拍个宣传照啊 我觉得特别合理 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特别合理 好 嗯 好 啦 对不起 啊 好 啊 好 啊 有点的 好 啊 太可怕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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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叶的声音 看 阳光清晰 匆匆经过 你的声音 那身 隐藏心里的小秘密 那又上去美丽的语气 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 再靠近一点 您俩是不是踢得太紧了 你干吗突然练武术 要钱了 来吧 咱们回备回备 再来几张好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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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微笑 来 微笑 哎 哎 好 好多了 好多了 特别好 这这感觉特好 你静点头 下周一的立会资料已经准备妥当 附带公司的季度财务报表 请您公布 速度很快啊 这报表 刚送上来都没多久 以后这些 都会先经你的手 好的 房总 怎么样 刚上手还习惯吗 房总是在质疑我的业务能力吗 我是想跟你说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一定随时告诉我 在我这儿 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张总 上班时间 继续调节 是这个味儿 长大了还这样 小狗鼻子 快吃 快吃 吃吧 嗯 好吃啊 吃吃 这晚饭点啊 你就吃着包子 就赏着这个 嘿 好吃啊 好吃啊 您胆大了 现在在眼皮底下都赶了 咱爷俩这关系 喝一杯没想 趟能管得着吧 我自打开上这滴滴啊 就很少喝酒 这两天不出宫啊 喝点白水 那您这滴滴开得好吗 这酒啊 您借了就借了 您也听点话 是吧 哎 正是年轻力壮的好时候 这已经该啊 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了 这要是年底啊 能把虎婚结了 明年是任云年 生良啊 这个虎娃娃 没问题啊 我的家 您把日子都给我算好了 那我得努力努力 有对象啊 那我明白 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但人家不喜欢我 你这小子也有任吃憋的时候 你可是打小就是这样脾气啊 是那个撞到南墙都不回头的这脾气啊 怎么着 是吧 在这个追女朋友上认怂啦 我没认怂 就是小的时候吧 给你这惹急过 来来来 喝酒 咱们的 喝酒 咱们 喝酒 再喝酒 来来来 走 咱们打赶好 我赶好 有名人打赶好 我们打赶好 和内部 曾乃吉兰 路上路上 来晚了 叶总 你还有这么大个儿子呀 你们看 这哪儿像影俩啊 叶总啊 你年轻的时候 这是大有作为啊 小燕啊 既然来了 叔叔有个问题要考你一下 什么叫风物长衣放眼凉啊 牢骚太盛 防肠断 风物长衣放眼凉 是为人的一首诗 规讯有人长寿之道是少发牢骚 赶紧吃 今天有儿子来助庆 我就破个例 我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 我开车了 一茶代酒 敬各位叔叔 好 好 好 太盛了 你那边进展得怎么样 我都有数 你有数 这个说法很雷新啊 我只是想想要做 你也都在做 不得了 我会做 我都在做 我都在做 你做 嗯 我都在做 你做 你做 我做 你做 你做 我做 我做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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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条鱼 这和阿玛可跟我说了 你可得真心是一个人家道歉 知道 你难得回来一次 也不能光让你吃包子 我给你蒸了你最喜欢吃的鱼 那我多吃点 吃鱼 吃鱼啊 多吃 你不知道你自己血糖高啊 我知道 这酒我明明已经藏起来了 又被你找到了 我 我没喝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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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开开喝的 你拿来 吃鱼肉 瞎说什么呀 真是的 开开 你挺让话票 借了不挺好吗 开开啊 你齐婆婆今天啊 可要给你好好的上一课 嗯 我今天要教你 怎么能够追得上 心爱的女孩子 好 好 就你这两下子 就不要给开开下出主意了 我的两下子怎么的 就凭我的两下子 不是把你给娶回来了吗 就是 那是我懒得再选了 我问你啊 你说那个动物园那个孔雀 为什么开拼 那是要吸引这个异性恐惧 所以啊 要向那个磁性恐惧展现你的能力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次 总有一次 是行的 但是我喜欢这女孩吧 她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那她 她是不是诞生 是啊 你是不是诞生 那肯定是啊 这不就得了 你们俩就属于这个金童玉女 天造地设 天作之合 这要是放在过去呀 你们俩就 马上可以进董房结婚 给我这么快 快快快快 别闹别闹别闹 谁结婚了 开开 你要自信 加油啊 别闹啊 快快快 你们去玩啊 你们去玩啊 来来来来 来来 你来了嘛 好想饭啊 可以说我们想外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开开啊 男人在食堂的时候 要让女人 展示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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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裁 群姐啊 你都连吃了我三张牌了 你就是给我们一点活路都不留啊 好想饭啊 老天爷赏脸给饭吃 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真是的 莉莉来了 好 莉莉啊 您就是又给你妈送生活费来了吧 这点小钱不麻烦别人给 去打拍她吧 打碗 这是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盘了个店 想着你以后能自己有事干 还能给自己装点零花钱 商铺买卖合同啊 真是你的名字啊 你这是又创的哪一出啊 你不是要购买卖合同啊 他跟我断绝母你有关系吗 妈 我怎么没吵架你妈在记仇的呀 我这不想着 以前给你那点小钱你都不够花 给你有个店面 你还舍得能宽裕点吗 小区南门哪 黄金地段哪 每天打南门这儿上下班的人 可多了去了 五十二点五平哎 不累哎 可以开个小吃店啊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炸鸡喝奶茶 莉莉啊 下不少老本吧 对你妈可真舍得哟 你是不是长得新工作了 就是 自己自己玩啊 那你 你是那个 好好好 妈什么都不问自己的事啊 自己办 但是有一点啊 在外边咱可不能吃亏 知道吗 这天底下能让我 唐绿绝吃亏的人 也就是我亲妈一个 真是羡慕嫉妒恨 不对没有恨啊 真是的天底下 上哪找这么好的闺女 可不是嘛 你们说这才是一些 赏脸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得看生的女儿 有没有本事 小女神气 打毛剑打毛剑 一边打麻将 一边收租金 你是干什么了 我还没讲条件呢啊 你得答应我 以后你得少打牌 自己看这个店 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啊 听你的 来来来来 别以后我不让你思念我 你要是不好看这个店铺 有生活费就没了 不是我说你这个小白眼狼 你这是给个田枣 再打一棍子 你跟谁学的啊 你跟谁学的 你不答应我 我就吃了 不不不不 答应 答应 答应全都答应啊 都提你 来来来 跟你接着打牌 以后都当老板娘了 还有时间陪我们打麻将吗 那时候我抽时间呗 对不起 对不起 海峰国际广播电台FM99.7 即将播出前开议主播为您带来的心非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FM99.7 海峰国际广播电台心非夜话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前开议 大家好我是贺顿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发起了一个CNO的分享活动 CNO主要是鼓励大家去拒绝生活当中 让我们感到不适的请求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呢 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主页 心非夜话的微博来进行分享评论 好了 贺老师 让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条留言 第一条留言它的ID叫做梦想有天 他说我目前正在考验 可是朋友经常叫我去参加聚会 我不敢拒绝 因为我怕我们的友情会因此变得冷淡 所以每次参加完聚会之后 我回家都会通宵地学习 可是最近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拒绝了我的朋友 我相信如果是真的朋友 他们会理解并且尊重我这个决定的 好的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大虎的听众朋友啊 他说我终于拒绝了家里要我去相亲 给我找对象这件事情 他说我和老婆离婚了 孩子归我管 家里呢一直着急给孩子再找一个妈 但是我相信 以我自己一个人的能力 也可以让儿子翅膀穿暖 我一个人也可以给到孩子足够的爱 是的 大虎 其实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避风港 而不顾家庭成员的组成 可能出发点是为了爱 可最后往往会适得其反 你要相信并不是父母健全的家庭 才可以培养出非常有爱的孩子 只要你给予孩子足够的爱 关心还有陪伴 孩子依旧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喂 您 童子科 童子科 读了这么多条留言啊 真心地替大家感到高兴 就像赫老师说的 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并尝试以沟通的方式 来诉说自己真实的想法 那或许这一切呢 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糟糕 那么也要在这边呢 感谢所有的听众来分享自己拒绝的经验 那也希望这一切的势力呢 可以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 是的 从刚刚的听众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拒绝也许结果没有那么糟糕 也不会使对方感觉到非常地难堪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 还是要多多在意自己的感受 这才是爱自己的真正的体现 进广告 志愿 是挺可以的 你说的 我认为我们立即经验 达达达达达达达 赵旁 再灵敌 押那你不算水 我拿起来 我还能不能营造你 我 什么事啊 我知道你看见了 你这么怕他知道 倒也没有怕他知道 就是觉得 不想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放心吧 谢谢 出门消息 好 好了那在我们节目进入尾声之前呢 最后一位叫做小丰生的听友说呀 原生家庭呢造就了我从小不懂得拒绝 习惯讨好的性格 但是我不想再因为小时候的十年 影响自己一辈子 我要学会拒绝 那何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像这些受原生家庭影响的人啊 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突破和转变呢 在心理学领域中 原生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最近这几年 这个概念备受关注 原生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 确实很深远 但并不是一锤定音 那你的意思是 哪怕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个玩笑 也可能给一个人 带来极大的深刻的影响 我理解的正确吗何老师 因为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是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在认知行为学派当中 一般会认为 儿童对于外部世界 所形成的认知解释 可能会影响他们 有关自我价值的核心心念 没错 没有谁的人生是没有缺憾的 但是能在缺口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圆满 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勇气和强大 那这也是小风生的可贵之处 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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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 那忧伤却美丽的语气 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 那些奠定 那些回忆 那只该美借美欢的病 那些不懂装动的问题 那只不经意看到的叹气 那些奠定 那些回忆 那些回忆 都要你 都是你 听风的旋律 温慢坠落树叶的声音 看阳光清晰 你 匆匆经过你的声音 你 关于你 我们家立立转型了 转成贤气两母的 转型照顾你行不行 最近好像很狼啊 还好啊 我看你总是出门啊 这不是刚开始工作吗 是有点忙 我还回去看到她我妈呢 新工作怎么样 顺利吗 以前在云锦的时候 天天跟打仗似的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这都想给你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为什么 你不就是想问我 是不是谈恋爱了吗 弟弟 如果你谈恋爱了的话 我会为你感到非常高兴的 只是我很担心 亲爱的 我是个成年人了 我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就是找了一份 新工作而已 怎么样 少了我的陪伴不习惯 我去公司了啊 我去公司了啊 下一个 拜拜 下一个 有一个人 我去公司了 我去公司了 请开落 你主意 好 有意思吗 他会 那行 那我先吃饭去了啊 你慢慢看啊 何队 我喜欢你 何队 何队 哈喽 何队 我喜欢你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 没跟谁说话啊 我被搞了 那么认真啊 不吃饭 姐 你说 怎么跟人表白呢 你要跟谁表白 跟一个女生 她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 人长得好看 还很善良 最主要的是 她总是在背后默默地关心我 帮助我 其实你可以直接说 对方 也是跟你像的一样 我就知道是这样姐 谢谢啊 我到底要跟谁表白啊 我以为你猜出来了 还不能告诉你 谁可以 赶紧把稿子弄上 好 来了 来吧 先不着急 你渴望 给你倒点水 谢谢啊 凯凯啊 男人在食堂的时候 要让女人 展示力量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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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呢 谢谢啊 那我们开始吧 我最近写了首诗 给你念念 好啊 世到的时候 你还要展示自己的才华 客家欢乐的一天 顿感人生的畅快 我 独自站在高楼 夕阳洒在了脸上 幻想终究会过去 你 你 稿子准备好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诗 原创得非常好 很有那种意境的感觉 没听懂我这首好诗 听懂听懂了 那个咱们开始吧 你要学会试入 有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 你是需要他的 肚子疼 肚子疼 喝点水就好了 来 不不不 真疼 真疼 秦开义 你转得跟小牛犊子似的 坚强一点 加油 来 对稿吧 我给你发过去的东西 你看了吗 你的主持稿 一发过来我就改好了 留言我也整理完了 你想不到 昨天咱们那个节目的预热啊 完全暴电 就光这微博的评论 就有上万条 在里面筛选了三十多个不错的素材 还是我不能比 对了 那天晚上你说来了恐怖电话 现在知道是谁了吗 我怎么知道 要是知道的话 你不会被吓到 你这人高马大的 胆子只有这么一点 你是那天没在这儿 就我一个人 这四周无气麻黑的 那灯光 忽闪忽闪呢 还有那电话链 小孩儿在哭 女人在笑 还有几声恐怖的不古鸟在叫 小贺同志 你这小眼神 你不相信我是吧 你敢不敢打个赌 打什么赌 咱把电话拨回去 要是假的 我把这诗吃了 要是真的 你把那诗表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你 赤纸的样子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 请吧 痛了 快 再滚一点 用面提 好 喂 您好 您好女士 这里是海风国际广播电台 心非夜话的节目热线 您有一天夜里 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 想要跟我们分享吗 电台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没有打过电话 不可能啊 我们这边有来电显示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啊 这个女士 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能智商不太行 所以搞错了 打扰了 不是 他真打了 吃纸吧 他真打了 请 吃了 小莫啊 你过不过来 我跟你说啊 大家都等着你呢 我马上就到了 normale 你很过去 到哪里 有个是 你有点 有点 有点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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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垃圾了 我帮你去吧 没事没事 我自己去就行了 怎么了 莉莉呢 好几天没见她人了 她不是去那个新公司了吗 最近比较忙 所以好几天没回来 你知道她有事吗 她应该是跟新男朋友在一起吧 她没告诉你吗 那天我出去的时候 看见她从工作室上了一辆黑色的车 没跟你说的话应该不是 只是开封动作很亲密 我以为是她男朋友 我刚才忘了她之前跟我说过这事 我去扔垃圾了啊 好 每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华语 绽放出一朵华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的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多云的 回忆 她温暖 她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啊 看见了 美丽的爱情 忽然几肩来临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牵你的手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你的心